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热点新闻 洛杉矶县的租户驱逐保护令目前定于在3月底到期 从4月1日开始 因为新冠疫情 失业或生病 导致家庭收入减少 将不再是推迟付房租的理由 如果租客没有按时支付4月份的房租 很有可能会被驱逐 不过有一部分人还可以继续申请延迟递交租金 这部分的家庭收入不能超过洛杉矶县地区收入中位数的80% 比如说一个人的收入不能超过51,000美元 两口之家的收入不超过58,320美元 一个四口之家不超过72,880美元 符合这个条件的家庭还必须证明新冠疫情损害了家庭的财务状况 要求每个月的收入至少受到了10%及以上的损失 另外满足这个条件的租户需要在房租到期后的7天之内 填写无力支付租金的表格通知房东 不过4月1日之后 房东有权利向租户发出不付钱就驱逐的通知 与疫情早些时候不同的是 租户收到这个通知之后 如果不按时支付4月份的全部房租 房东可以在3天之内通知租户付款 否则驱逐 如果租客不在3天之内付款 房东可以启动驱赶房客的程序 租户一旦收到通知只有5天的时间向法庭做出书面回应 如果不向法院提交答复的话 很有可能会导致对租户的违约判决 这实质上就意味着租户输掉了官司 将被洛杉矶警察驱逐出家门 如果租户已经付了房租 还有可能被驱逐吗 拖欠是驱逐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房东还可以因为违反租约 计划将房屋从租赁市场上撤下等原因申请驱逐 洛杉矶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表示 驱逐诉讼程序进展非常迅速 租户需要主动及时的做出回应 如果有租户面临驱逐 想要寻求法律的帮助 法律援助者和洛杉矶线合作 提供了一个网站为租户提供帮助 这个网址就是stayhousela.org 美国科技业接连大规模的裁员 导致不少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面临签证危机 美国移民局3月22日发布消息 确认外国人持有商务签证B1和旅游签证B2期间 可以申请新工作和参加面试 这为不少身处签证危机的被解聘者提供了缓冲 移民局消息指出 寻找就业机会和参加面试 都属于B1或B2签证期间内的合法活动 不过美国移民局同时强调 持有B1或者是B2签证的外国人 可以找工作 但是不能以此签证工作 在找到雇主之后 持有B1或B2签证的外国人 必须将签证身份转为工作签证之后 才可以开始工作 如果身份改变被拒 那么申请人必须离开美国 通过H1B签证重新进入美国 在加州买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本周1月27号推出的 针对首次购房者的首付援助计划 让拥有房子变得更加容易了 加州全民梦计划 California Dream for All 为购房者提供相当于 房屋购买价格20%的财政援助 这些资金可以用于购买第一套房子时的首付款 或者是交易费用 购房者在出售或者是转让房屋的时候 需要偿还最初20%的首付援助款 再加上房屋价值增值的一部分 如果购房者持续拥有该房屋 则无需偿还这些援助款 也无需偿还利息 那么谁可以申请呢 这个计划面向加州的首次购房者 首次购房者包括从未拥有过房子的人 还包括三年或更长时间以前拥有房屋 但是将其出售的人 受住人还必须满足其所在线的收入要求 线额根据你所居住的加州线而有所不同 范围从15.9万美元到30万美元不等 比如说在洛杉矶线 受住人的年收入必须低于18万美元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尽快的登录网站进行申请 这个网址就是3w.calhfa.ca.gov 本周一3月27号 美国移民局宣布 2024财年H1B电子注册 首轮抽签工作已经完成 而且已经向所有中签申请人发送了通知 雇主也可以登录My USCIS的账户 来查看抽签的结果 中签之后应该如何进行准备呢 在H1B申请材料准备过程当中 第一步便是向美国劳工部进行劳工条件申请LCA 需要填写的内容包括受益人的职位信息 薪酬标准以及雇主的相关信息等等 来表明H1B外籍员工申请的职位符合标准 所领薪酬不低于其所属地区的现行工资标准 而且不对同公司每籍员工的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通常LCA的审核需要7个工作日的时间才能够完成 在等待期间可以开始H1B其他的申请材料的准备 比如说申请人需要填写I-129非移民工作签证的申请表 准备材料说明信 申请信 准备雇主相关的介绍材料和雇员的相关介绍材料 在所有材料准备完成并且检查无误之后 就可以寄往中签通知上的受理中心地址进行审核 正常的情况下H1B申请审批的时间约为3到6个月 好 以上就是本周华人工商热点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